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《順網破壞股追蹤》 我們今天要講的股份是 路易十三集團577 今天的股價逆時秋升 暫時升最多超過1.2% 高見過10.03元 突破了近期的奇形走勢 創了52週新高 開始後一小時的成交量 已經較昨日全日高出多過一倍 路易十三集團前身是保華建業集團 樓宇建造和土木工程 是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 不過公司未來發展明確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將會主力發展澳門酒店和娛樂業務 市場都對公司視為三線博彩館去看待 大行花旗近期發表報告說 市場憧憬路易十三可以獲得新的倒桌 估值有望重股 由於公司的業務處於轉型階段 而近期的業績比較順適 中期業績虧損5213萬 股份今日破位之後 14日的RSI升到大約70附近 已經開始進入超賣 而港股360的走勢圖也顯示 已經升到上升通道的頂部 投資者注意風險 相信股價在短期之內 會表現比較波動 可以等到回落到$9.8 以下才再削出一個部署 多謝收看信網破壞股追蹤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